大家好 今天分享菜心叉烧滑蛋炒可 不是用港式炒法 可粉用醬油炒底 有星马特色 今天的可粉很新鲜 刚刚在唐人街 我朋友帮我买的 是很难得 没有放过在冰箱的 把它切开 粗幼随理喜欢 把它撕开 会容易炒些 这里有些很小的菜心 把它切开两个 还有一条葱 把它切断 我们来把这三种调味 混入一个汁 先搅拌 再开个粟粉水 用来最后埋芡 这里有些叉烧 刚刚出锅很新鲜 分量 你吃多少放多少 叉烧滑蛋可 当然有个蛋 把它拌均匀 不记得染上碟可粉 好了 准备好了 开始炒了 加一些油 然后轻热锅 用中大火 加一茶匙的蒜蓉 刚才忘记了说 再加一些葱段 爆香 然后可以放入河粉 用筷子松开 用锅链帮忙 如今炒 容易均匀 炒一分钟 然后加入适量的老抽 都是像我现在这样 用锅铲和筷子 兜着炒 炒多1分至1分半钟 试一试味 要加一些盐 才能提升它的味道 再加一些胡椒粉 再拌匀之后就可以炒起了 我们现在用同一只锅 要加一些油 仍然保持中大火 多多些菜心 30秒左右 然后加上刚才混合好的酱汁 炒均匀 再来加一杯热水 盖开之后直至滚起 一滚起就可以了 要试一试味 有需要就加一些盐 加适量的粟粉水 埋芡 埋芡要留意一下 芡薄薄的就可以了 还要加蛋 芡埋得太厚 加蛋就会稠稠稠稠 加了叉烧 我的叉烧很新鲜 不需要爆 如果你的叉烧是隔夜的 就爆一下它 加了叉烧之后 就可以关火 拌匀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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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